中国何时拥有了如此多的歼16斩机 美国军事专家分析称 随着歼20的出现 中国空军迈向了更高的台阶 之前一直以为歼20的搭档是歼31 但歼31一直未能满足中国空军的要求 才选择了造价更便宜的歼16 不过实战能力随一点都不逊色 中国空军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 歼16最大的特点是 具备超视距远距离攻击能力 和强大的对立反舰打击能力 与歼轰机相比 歼16的机体更大 因此载弹量更足 并且可以发射英机62和英机83反舰导弹 综合性能与美国F-15E战斗轰炸机相当 美国媒体报道称 虽然对于中国这款磁带半战机早有耳闻 但没想到中国会不声不响就造出这么多 据美国智库分析 歼16已经至少装备了50航空部队 总数量达到了近100架 远超歼20战斗机 而且更可怕的是 中国的歼16部队 必然将继续扩大规模 而且起降条件比轰炸机的要求更低 1500米的跑道足矣 非常适合大规模部署 在中国内陆的复杂地形 尤其是隐蔽在高原地区和深山里 不大安全 还可以随时配合歼20出击 这一款当之无愧的王牌战斗机 在歼16完成上位后 不过要是我们少装的 我们下期间的正式门